这个月2号台铁272次北上自强号列车清晨雾点多 行经苗栗竹南路段的时候 撞上了一个4公斤重的瓦斯钢瓶 导致车厢水管破裂 列车延误 一开始还以为说是不是瓦斯行送货的时候不小心掉落 不过后来警方调略了周遭的监视力气一一过滤 锁定了这个46岁的陈姓嫌犯 疑似就是他故意的把瓦斯钢瓶放在铁轨上 而事后他还变装企图要混淆警方 至于他犯动机为何 警方还要再旅行 凌晨三点多 一名男子戴着鸭神帽 骑身脚踏车在铁道附近徘徊 脚踏车后头载着一包黑色的东西 隔没有多久就传出了自强号列车 撞上了瓦斯钢瓶的意外 列车车厢水管破裂紧急停驶 一共延误了151分钟 造成了7班列车840名的旅客受到影响 一开始还一度以为是瓦斯行送货时 不小心掉落 但掉落的地点 距离路桥平交道都有一段距离 周遭也没有围离 不排除是人为 警方也调约附近的监视器 丑丝剥茧 锁定了46岁的陈信嫌犯 铁路轨道旁边附近的名家或是公庙 随手取得的 讲话的嫌犯将4公斤重的瓦斯钢瓶 由边坡上搬运到铁轨的正中间 故意搞鬼 办案后还到夹娃娃集店 拿出预藏的衣物特地变装 企图躲避警方追气 而随着嫌犯被带 瓦斯行也终于洗刷了嫌疑 太缺德了 心情泛滥一定会有影响 那现在人抓到了 太舒服放下啊 幸好瓦斯钢瓶内没有瓦斯 只是空瓶 列车也没有脱轨爆炸 酿成更大的伤亡意外 但由于嫌犯始终不肯透露 他犯案的动机为何 警方讯后将他一公共危险罪移送 地检署申请羁押 法院也裁定将他受押警戒 解台中苗栗综合报道